各位歡迎收看《傳媒對焦》 現在我們進行NBA的季後賽 我們多倫多的猛龍隊亦在第二圈 我們今天在Zoom請到香港的NBA評述員 邱宇勤先生和我們談談 阿勤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次NBA的罷賽風波都一波三折 因為NBA剛剛是因為疫情而停賽了一段時間 現在又因為社會事件而有個罷賽 其實你報導了NBA很多年 你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作為球迷最深的感受是 因為之前NBA球季試過停擺 當時都是因為勞資糾紛的協議 曾經試過是遲了開季 一季82場可能縮到剩下50場 遲開季都可以說是有些在預料當中的事 因為開季未開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勞資糾紛亭不大了 但是今次突然之間因為疫情關係 是未試過 起碼在我作為球迷 或者作為球評 未試過在球櫃中間突然之間停了 而且停不是停一個月兩個月 而是停了差不多四五個月之後才開 所以作為球評 其實我想我們本身都是球迷 會覺得有點不習慣 當然你說很少可以來到八月 甚至乎可能來九月十月 大家都有足球看 因為通常這些夏天時間 大家看的都是看其他運動 很少或是繼續留意NBA 作為球迷最重要是有球看就好了 因為感受真的 在那三四個月都蠻知磨下的 因為沒有了自己最喜歡看的 都不單止是NBA 其實很多職業聯賽 甚至很多不同的運動項目 都是沒得看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頗悶的 尤其因為社會事件的出現 令到中間曾經球員試過有兩三日霸賽 你都真的擔心 最初是擔心疫情 然後你真的擔心 因為這個社會事件現在 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可能影響到 就算不是因為疫情關係 可能又再沒有球看呢 不知道大家要多少時間都看 所以心情很矛盾 但是會令你更加珍惜這個看球的機會 因為真的不是說每一年 感覺一定有給你看 還有今年我覺得作為球迷 是真的去到隔十幾二十年 你可以和你的小朋友 甚至乎你的孫兒 任何什麼都好 其實這一年 對於NBA球迷來說 都是一個見證歷史的一年 我覺得很難得 其實在由墨沙爾朱莉的事件 開始是和最近球員 因為威斯康征州的社會事件 而影響到他們有這個霸賽的意念 兩部分 因為墨沙爾朱莉的事件 都已經事隔了一年 差不多現在已經過了一年 大家才有機會看回 當日在遠景身上的鏡頭片 甚至乎是當時在隔開媒體管 一些遠鏡的影片 才真正留意到 也都了解到這件事是怎樣發生 其實在當時的事件發生 以至到後期的遠鏡 要去和墨沙爾朱莉提告 坦白說 十個認識墨沙爾朱莉的人 我想不要只九個那麼保守 十個都不會覺得墨沙爾朱莉 會有這些歧視 或者這些攻擊性的行為出現 因為墨沙爾朱莉是一個 你見過他你認識他的話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之 很好的純粹 而且他很積極地去推動 在籃球在非洲方面的推廣 但是整個聯盟 其實今年我們去NBA 推出一個復賽 我們叫做Hol Neum Game 其實大隻字寫著 Black Lives Matter 都是印在一個牆中間 其實都已經表達了 NBA聯盟上下 包括了球員工會 包括在老闆 全部都是支持聯盟 去借著這次復賽的機會 去幫助他們一班的球員 去推動這個黑人平權運動 給他們一個發聲的平台 因為在NBA聯盟 其實穿著八成的球員 都是黑人球員 所以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 是設身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是需要去面對 是需要去圍住他們的資格 去發聲 在這個風波之下 我們的NBA季後賽 亦都叫做繼續進行 剛剛在這個週末 就打到次圈 多倫多馬龍隊 上一季奪冠的時候 有些球評家 可能說 有位球星Kawaii Leonard 帶領多倫多馬龍 拿到第一個冠軍 但是今年我們雖然沒有這位球星 但是我們馬龍隊的常規賽表現 依然是在東岸的第二 是不過不失的 沒有比上一屆差了 現在來到季後賽 我們剛剛第二圈 就輸了一場 對著波士頓賽的突然 你覺得我們為什麼 一開始由常規賽表現都這麼好呢 因著在第一圈第一次史上 是橫掃對手4比0 帶來到波士頓 竟然遇到挫折 你怎麼看呢 其實說到挫折 因為對於Raptors 那麼多年來 我們經常都說他沒有運氣 很多時候明明他們在 常規賽的成績較為好 總之排位都是高的 但是通常去到第一、二圈 頭一、兩場當然是輸下球的 但是今季大家看到的Raptors 以往不同就是 我們是衛免換軍 真是贏過總冠軍的經驗 那個班底 就算沒有了Kowai Lennon 他本身原有的班底 已經擁有了這個奪活的經驗 所以變了這件事 我都覺得間接會影響到他們 在今季發揮 在第一圈對著 始終總之排位較低的 可能比較容易應付 都很開心的 看到他們第一次 投對歷史上 4比0的橫掃對手 因為以往真的 好像在季後賽 我們被人橫掃的機會 經常都是輸給Lebron James 但是今次可以做到 我相信是因為 拿過總冠軍的這個經驗 影響到他們現在的班底 因為說真的 雖然沒有了Kowai Lennon 沒有了Danny Green 但是整體根本上 七八成的球員 去年都是有份一起 投球隊去拿總冠軍 拿著這個經驗 其實我覺得 這個次圈對著波士頓 塞爾特仁 打分球 因為大家都有大家優勝的地方 在進攻方面 在波士頓第一場發揮 拿了成150分 其實速龍都拿了120分 20幾分 都不是少的 但是人家的發揮更加好 這個也是 進來MBA隔離報告裡面 經常都會發生的一個狀況 得分的指數 大家的表現都比較好 但是預期其實在這個系列 不論波士頓贏也好 或者我們多倫多最後出線也好 相信也好 有機會能夠駕駛駛駛駛 但是我覺得這個系列 多倫多和波士頓 鬥得很難分難解 七場四星際 一歸後賽 都是輸一場 我們經常說 現在來到MBA的BUBBLE 隔離報告 是有主客之分 但是根本上是一個中立場 所以對於兩隊來說 其實沒什麼得失的 贏了第一場 第二場 我們看看多倫多速龍如何反映 這件事也要看看 看到今年多倫多速龍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沒有了Kawaii Lennon 上季長軍有大概26-27分左右 但是很多其他的主力 包括了Cowlari Fred Frank Fleet Norman Powell 其實說由上季到今季 長軍得分 是直接開了一個雙倍 多倫多速龍 但有他在暴震 曝光 令到多倫多速龍 成績更高 和表現可以保持得很好 多倫多 Toronto Raptors 四球 希望我們多倫多 猛龍隊 可以晉級到東亞決賽 最後不知道 會否對壘 Kawaii Lennon 其實多倫多 猛龍隊 今年的表現 希望好之餘 其實他們有很多球員 都可能會在下一季 因為要人換轉隊或離隊 其中包括 Mark Gasol Ibaka Fan Fleet 甚至是我們本地加拿大 一位年輕球員 Krish Boucher 那麼多位年輕球員 或是快要離隊的球員 當中 你覺得最重要是留住哪位 我們要簽約的話 應該首選哪位 其實首選肯定是 Fred Van Fleet 因為我們在季後賽 現在的NBA球員 都有一個笑話 就是去年的季後賽 創造了一個 Fan Fleet傳奇 因為當時記得 Fan Fleet 我們中文也叫做范菲烈 Fan Fleet 在季後賽初段表現一般 但是 他的第二子 小子一出了小子之後 馬上好像餘息重苦 之後 對著今週勇士系列 是打得相當之好 當初的人都說 林舒豪換了他 但是大家都不敢再說 Fan Fleet 今季也擔起了 基本上是他和Kawaii 兩個人 擔起了多倫多速龍 今季常規賽 來到季後賽 的好表現 來到季後賽 其實Fan Fleet的價值都相當高 其實多倫多速龍 肯定是要第一個想拉著的 就是Fed Van Fleet 因為他的年紀又不是很大 而且他發揮的全面性 他進攻的能力都相當之好 其實 話就說他現在和Kawaii 比較多 大家都知道Kawaii 說真的 都已經效力到Rappus 這麼多年了 始終都一定要 在球會來講 要準備給他 可能會有退下火星的一天 如果找Fan Fleet去接棒 由他再搭著原有的陣容 Pascal Seacum 他們這一班的兄弟 Norman Powell 其實 他不再需要多倫多 找其他一些球員 要再做磨合 所以你說要簽 Fed Van Fleet 肯定是他們第一個 一定要拉著 至於Serge Baca 和Marcasol 看看價錢上 和他們的意願上 因為始終兩個 都是比較資深的球員 對他們來說 錢一時未必是首選 可能也要看看 究竟他留在那對方 自己是否開心 尤其是現在 和以往 和以前 我們90年代的時候 就說 Toronto Raptors 有些人想過來 多倫多打球 但不是 現在就算 好像我們有個 球星的 全球星的朋友 KG Kevin Garnett 他喜歡到多倫多不得了 他有些球員 已經是趨之又步 是喜歡多倫多這個城市 那反而你說 Chris Boucher 一個年輕球員 如果他真的 能夠有機會 可以在其他隊裡 拿到一張更加豐厚的合約 當然 越豐厚的合約 對於多倫多速龍 是否負荷得那麼多 我相信多倫多速龍 都介意 可以看到他們 培養出來的球員 可以有一張 是可觀的合約 多謝 多謝阿勤的分析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再跟阿勤談過 多謝 各位如果想重溫傳媒對焦的內容 大家只要上到我們的本台網站 點擊傳媒對焦就可以了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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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系列